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台北心爱基督长老教会 吴千柱牧师 欢迎收看新眼光电视台 恩典悄悄话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阅读圣经 学习信仰的功课 因为上帝的话 是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我们亲近上帝 上帝就会亲近我们 今天我们所要阅读的经文 是记载在耶利米书 八章十八节到九章十六节 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 我到处听见同胞哀鸣 上主不在习安了吗 西安的王不在城里了吗 上主 他们的君王回答 你们为什么拜偶像 为什么拜虚无的外国神明 激怒了我 耶利米书第九章三节 他们随时随地撒谎 虚伪取代了真理 控制这地 上主说 我的子民一再作恶 不承认我是他们的上帝 地势新闻曾经播报过 南部一则地方的消息 提到一个夏日的午后 因为下雷震雨 而有一间庙宇 遭到雷击 而起火燃烧 火灾过后 整间庙宇一片狼藉 受寻严重 不堪使用 有些信徒很难过的说 难道是这间庙的 神明不灵验 不能够保护这间庙 所以庙才会被雷击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 虽然信众还在这间庙宇拜拜 但是神明早就离开这间庙宇了 已经不在这间庙宇显灵了 所以这间庙 才会被雷击中 在我们台湾民间宗教的信仰当中 非常的强调消灾解恶 以及神明保佑的特质 如果当这些特质不在的时候 信众就会离弃这间 没有神明显灵的庙 另外寻找有神明显灵的庙宇参拜 这个现象指出 台湾民间宗教的信众 他们是能够理解 神明有主权决定是否在此地显灵 因此台湾民间宗教的信众 他们会追随神明显灵的庙宇去参拜 在耶利敏先知时代的犹大人 对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的态度 恰恰好相反 他们以为上帝与大卫立有大卫之约 承诺要建立大卫的后裔直到永远 要建立大卫的宝座直到万代 因此犹大人认为 耶和华上帝永远不会离开西安 会永远保护大卫的后裔 他们一点都不在乎 也没有警觉到上帝是不是还留在西安 因此当南国犹大被巴比伦人攻占之后 成为俘虏 南国犹大人才开始哀气的说 上主不在西安的吗 西安的王不在城里了吗 言下之意 抱怨耶和华上帝没有遵守大卫之约 任凭敌人攻打犹大国 当犹大百姓这样哀气的抱怨时 耶和华上帝在八章十九节的后段 回应南国犹大百姓 上主他们的君王回答 你们为什么拜偶像 为什么拜虚无的外国神明激怒了我 当新知耶利米听到耶和华上帝 如此回应时 心中感到惭愧哀气 于是他用反问的手法 责备南国犹大百姓 难道激烈没有膏药吗 难道那里没有医生吗 为什么我的同胞没有得着医治呢 激烈位于约旦河东岸 这个地区盛产这个草药 先知耶利米用这个方式来反奉 南国犹大民不想得着医治 所以不求医 先知耶利米则被南国犹大民 不愿悔改归向上帝 却又抱怨上帝不保佑他们 南国犹大人 为什么不听从上帝的话呢 为什么不肯认识上帝呢 为什么不肯去爱上帝呢 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呢 因为他们行诡诈 他们装傻 他们作恶 在恶中不断的循环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行在恶中 就是行在黑暗 就远离光芒 越远离光芒 就越行在恶中 在阴暗中越行越久 就越不想接近光 装傻的人是教不会 装睡的人是教不醒 必不是上帝没有善待他们 圣经说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上主应许我们与他同在 并且自称 他是以马列列的上帝 是与人同在的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的同在 乃是你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友谊 上帝更多的同在 意味着上帝更多 介入你我的生命 活动思想与渴望中 所以我们应该在 每一天当中 安排与上帝同在的 时间空间 唯有主的同在 才有一致 唯有主的同在 有祝福及恩典 牧师在这里邀请大家 可以下载 新眼光悄悄化的APP 每日随着恩典悄悄化 让我们建立一个跟上帝 一起同在的空间 让上帝更多的 来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由大国的百姓 他们的遭遇 令我们感到 非常的感慨 但同时也提醒我们 应当注意 在上帝可寻求的时候 当寻求您 主耶稣 我们通过今天这段经文的分享 我们恳求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时间当中 都拨出我们的空档 或是特地的安排 一段时间以及空间 来跟您相处 因为有您的同在 我们更能够清楚看见我们生命的光景 因为有您的同在 我们更能够行在光中 因为有您的同在 我们更能够把握住 您给我们的祝福 愿圣灵上帝常常跟我们同在 引导我们走在神灵的话语当中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